马尼拉尼诺阿基诺尔国际机场是菲律宾最大的机场 承担着该国绝大多数国际航班起降任务 不过美国政府似乎认为该机场不够安全 据法新社27日报道 美国向本国公民发布了有关该机场的安全警告 根据警告 马尼拉尼诺阿基诺国际机场与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的标准不一致 所以在该机场时应该更加谨慎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 也在其官方网站远引该安全建议称 乘坐航班飞离或抵达马尼拉尼诺阿基诺国际机场时应该格外谨慎 美国官方式的该国日书安全管理局安全专家 对马尼拉机场做出评估后 向本国公民提出该安全建议的 据介绍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还将和菲律宾政府一起 帮助马尼拉机场的安全标准提升到国际安全标准对此 马尼拉国际机场总经理莫瑞儿称 菲律宾将遵守国际航空安全标准 据其介绍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提出的问题 有些已经得到了处理 有些正在处理中 他还强调马尼拉机场十分十分安全末瑞儿称 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安全专家 是在今年9月来到菲律宾的 发现了马尼拉机场的一些问题 包括有门锁坏了 一些安全检查点不符合标准的 为此 菲律宾方面已雇佣了额外的安保人员 并将启用X光机器 加强安全检查马尼拉尼诺阿基诺国际机场 是菲律宾最大的机场 不过 在国际上的声誉 并不好曾有旅行网站制作机场榜单 将该机场排在全球最差机场之列 此外在马尼拉尼诺阿基诺国际机场 还在法正下 至于 笨 聖火